了解天下事拓展古迹观 各位好 我是杨永明 我们今天要围绕的整个乌克兰 乌东的情势讲三个议题 第一个 稍微还是为各位澄清一下 我觉得这个整个乌克兰的议题 跟危机的事件 其实责任不是只有在普丁 不完全是如拜登所说的 普丁就是侵略者 造成今天是很复杂的 美国的责任 拜登你不要逃避 第二个 我们再预测一下 接下来乌东的这个情势 可能会怎么发展 我觉得会有三个剧本 克里米亚模式 乔治亚模式 以及扩大军事的 这个行动模式 那第三个层面呢 我们再来看 中国大陆在目前为止的 这个乌克兰危机 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 他会有怎么样的一个角色 我觉得已经渐渐的浮在水面上 而且世界的一些其他的国家也期待的 虽然其实距离遥远 而且事实上相当的微妙 怎么去凸显中国大陆在这个议题当中 应该有的这个角色跟作为 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可以探讨的议题 不过在此之前先跟各位报告 我们这个首播是在礼拜四的下午的四点钟 但是呢 从下个礼拜开始 我们把这个杨永明看世界的这个节目呢 移到了每个礼拜三的早上九点半 做直播 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一个人 也就是在礼拜二的早上和唐湘龙的全球派对 是九点半到十点半那礼拜三呢 就由我这个杨永明看世界九点半到十点半的直播 所以请这个朋友们 以后如果要看直播的话 那在每个礼拜三的早上九点半到十点半 当然马上我们会放在这个YouTube 各位随时可以上来就是这个观看 我觉得这一次补丁的出手是很有技巧的 其实有点像是2008年的那个乔治亚的南北部的两个省 叫做南奥塞提亚和阿布哈兹 2008年这个时间点我帮各位回顾一下 2008年的4月8号一个重大的事件 那个时候北约组织在南 是在这个罗马尼亚的首都 通过了一个决议 支持乌克兰和这个乔治亚 格鲁吉亚加入北约 2008年4月8号 这个是一个不得了的这个决议 给予就是整个北约的东扩 以及整个欧洲和 俄罗斯之间的这种安全关系 投下了一个非常大的震撼弹 但是呢 乔治亚他似乎觉得那个决议已经取得了上方保健 所以他在2008年的8月初的时候呢 就开始挥兵进入到南奥塞提亚 南奥塞提亚是在他北部的这个省份 绝大部分是俄罗斯裔 在苏联瓦解之后呢 他和这个乔治亚之间的关系非常不好 有时候会发生冲突 俄罗斯呢 也有的时候会派遣部队进行这个违和 避免乔治亚开始完全的这个就是征战 夺取这个南奥塞提亚 但2008年8月的时候呢 他会军北上 俄罗斯普丁当然也不客气 马上回应 回应之后呢 乔治亚和这个俄罗斯当然是不能比 乔治亚也搞不清楚 那个决议只不过是支持你加入 你还不是北约的盟友 这个会盟会员国 所以美国跟欧洲国家也没有出兵去帮助 这个乔治亚 在反而是介入协调情况之下 很快的俄罗斯取得了胜利之后呢 就这个把军队撤回 但同时承认这两个省南奥塞提亚 和阿布哈兹为这个独立的共和国 到现在为止 都让他维持这样关系 也有俄军驻扎 那乔治亚呢 在当时马上就跟俄罗斯断交 可是这两个省 这两个共和国 普丁所承认的 一直都维持到现在 没有怎么样这个变动 所以这一次 我觉得普丁是一个很有技巧的 用这种方式 他高高的举起在大军的压阵 美国不断的一直在喊战争要来了 对不对 而且甚至北东南 三路要挥军进入 占领乌克兰 平民15万人 军人12万人 这是美国喊出来 甚至甚至2月16号 那但是2月16号没有 发生这个军事攻击 被打领之后他持续还是喊这个 普丁呢 在2月16号之后呢 就开始一波 就是三位一体核打击的军事演习 在此之前也在各主要海域大洋进行这种就是演习 当然在白俄罗斯在俄罗斯境内 也持续的进行军事演习 所以这种极限施压 很清楚 甚至把这个核武能力 都做展现 也就是让美国跟这个西欧国家让北约国家知道 你对抗的是我 核武大国 你真要跟我直接开战吗 当然不会直接开战 直接开战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就是核武战争 所以呢 但他也知道 如果挥军真的攻打乌克兰 这个情势会更加的复杂 因为你要怎么样达到你的目的 其实在这整个过程当中 普丁就是两大目的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他就是针对乌克兰 不可以加入到就是北约 第二个就是乌东 情势的这个掌控和稳定 以及在里面的俄罗斯裔和俄罗斯语的 亲俄的这些人 他们的这个保障 以及呢 持续延伸对这个议题有所施压 他虽然提出了三项要求 北约不可以容纳乌克兰 但他知道乌克兰自己也不可能去承诺 北约也不可能去通过这个 就美国也不可能去接受 我觉得北约其实可以考虑 类似一种就是 比如说五年十年停止 新会员的这种 就是说增加的这个决议 这并没有把未来的这个路给断掉 但普丁知道 这样子的一种情况 还是必须要用军事 作为一个真正的就是说确保的 嚇阻的这个力量 可是他又不希望说真的去军事攻击 然后呢 或者是达成一个我觉得很不容易达成的 占领乌克兰第二个目标 因此就透过实际上从2014年之后 已经不是属于基辅的控制的 已经是莫斯科实际上掌控的 透过军事经济能源协助这两个省份 虽然目前他所实际占领了控制的 这个区域是这两个省份的三分之一 三百万人口 但主要的都市工业区都在这个 目前实际控制的范围之内 承认他的这个独立 有点像是乔治亚 那个时候的南奥塞迪亚 跟就是说阿布哈兹 然后呢 跟他签署了 就是这个 各位看到这是他签署的 他签署这个协议 这协议是什么协议呢 这个协议啊 是就是2月21号 俄罗斯和顿巴斯两个共和国签署的 叫做这个 国家友好协议 里面有关于国家安全跟军事层面呢 提到俄罗斯跟这两个共和国 共同防御侵略行为 以及共同防御边境 第三个 有权 俄罗斯这方面 有权建造使用和改善彼此的军事设施和这个基地 也就是说 未来 俄罗斯的维和部队 维和部队 可以建造相关的这个局势基地 来达成他的这个任务 你看到 这个是他们在 整个大厅里面 和另外两位来自于这个共和国的代表 所签署的这个协议的这个场所 而俄罗斯的这个军队呢 也在 俄罗斯的这一方呢 你看 有许多的这个准备 那军队应该已经开始陆续的进入到这两个共和国 那 所以今天第一个 要跟各位 谈的就是 我觉得这个议题 实作俑者不是普丁 实作俑者其实 相当程度美国是有相当的这个责任 北约的东扩 使得俄罗斯感受到他的安全的这种威胁 各位稍微了解一下过去欧洲的历史就很清楚 俄罗斯 俄国是欧洲国家 然后呢 而且是重要核心国家 参与一次二次大战 而且都在 和美国是同一方 对不对 然后呢 但在这个一次二次大战之前 他和就是厄图曼 以及和这些国家在这个区域的这种征战 很复杂的 尤其这整个东欧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天然的屏障 所以你只有俄罗斯这样子一种人口少的情况之下 你只有透过不断的扩张来去确保他自己的安全 就因此会在和这些欧洲其他的这个大国啊 中间会有就是说缓冲区 或者是说这种维持彼此安全需要的那种 你必须要尊重他的这些战略的影响的区域 过去一直都是如此 但也不断的发生这个征战 波兰是一直不断的在俄国和这个德国之间 产生这样一个冲突 失劣瓜分 那这种问题 那东欧国家也是如此 所以到了冷战的时候 苏联就透过华沙公约组织掌控整个东欧 然后呢 美国就透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就是NATO 相互的对抗 所以这两个 就是说军事组织 就是一个冷战的直接对抗的这个场域 可是当今当1990年 苏联瓦解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的确确俄罗斯开始衰败 经济军事各个层面 可是他一直维持的 就是实际的 这种核子武器的数量 还是作为世界最主要的核武大国 可是经济的衰败 政治的问题 尤其在伊尔卿时期 使得后来 虽然早期我们现在看到 连许多西方的外交官都出来证实 早期92年到95年期间 其实美国跟NATO都承诺 给伊尔卿给俄罗斯 北约不会东扩 北约会尊重俄罗斯 的一定的势力范围 或者是缓冲区 尊重俄罗斯对于安全的这种认知 的保障 所以呢 可是到了1990年 你看北约都开始东扩了 因为那个时候整个90年代 俄罗斯非常的 就是说这个击弱 那99年开始 到了04年 04年是个关键 几个重要 大概七个重要的过去 华沙公约组织的国家 波兰捷克 都加入北约 2004年 2004年之后呢 2008年4月8号 在我们刚刚提到 在罗马尼亚北约更进一步的 就是说通过这个决议支持 乌克兰和这个就是乔治亚 克鲁基亚加入北约 那个时候是谁在执政 小布希 那个时候小布希占领了阿富汗 伊拉克 那个时候小布希觉得信心满满 中东在他的掌控 他要持续的往中亚 往高加索去推 北约在他的掌控 当然他要持续的往东欧 继续的这个推 以及到南部的 就是巴尔干半岛 所以后来连续到2020 最后一次这个最近的一次 东扩是叫北马其顿 连续五次的这个东扩 从小布希到欧巴马 到这个川普的时候 都还是这样子继续的做 可是川普时期 因为他和就是普丁 他和普丁的这种习习 心心相习的这种就是说 这种这种关系啊 所以他维持的东欧跟乌克兰 一定的这个稳定 可是拜登上来之后 各位要了解 被拜登的民主党 认为普丁是造成川普 在2016年赢得美国总统大选 背后的那个就是赢武者 是介入美国大选 不管是透过怎么样的网路的 还是怎么样的这种关系的 做了许多的调查 所以当拜登在去年上台之后 美国的法院就认定 就是美国政府也认定 俄罗斯在2016介入美国大选 所以后来还对俄罗斯采取制裁 所以他们非常恨 普丁跟这个俄罗斯 认为过去那种川普的四年 造成美国今天的这种动荡 分裂对峙 共和党民主党 跟普丁的介入有关 普丁真的影响力这么大吗 还是说他只是个带罪羔羊 但不管怎么样 拜登在上来之后呢 和乌克兰就没来眼去 乌克兰你看在2008年被 就是说这个北约的协议接受 那称为北约的这个成员的时候 他就满心的去觉得说 这有机会了 可是当时的乌克兰 一直到2014年之前 乌克兰内部其实还是在 清俄跟清欧啊 有一点平衡的 因为虽然俄罗斯裔人口数 大概只占17% 可是乌东地区很多人 还是讲俄语 即使是乌区乌西的这些区域 还有一定的比例 通常是使用俄语 然后呢 乌克兰语跟俄罗斯语 都是乌克兰的官方语言 在2010年的时候呢 亚努克维奇是出生于乌东 他的当选获得了百分之四十八点九五的票数的支持 你就可以了解到在2010年的时候 在2014年之前 整个乌克兰内部啊 其实这种情势是有一点 就是说虽然不稳定 但双边呢 这种就是说这种对峙着 或者是平衡着 亚努克维奇可以在2010年 以将近五成的这个票数当选 但到了2014年 我也必须要讲 从那个时候 从20年2000年初开始的许多的 阿拉伯次村跟颜色革命 背后的引武者会是谁 我想太多的评论告诉大家 美国的角色真的是很关键 所以到了2014年 当亚努克维奇不愿意签署 跟欧盟之间那个协议的时候 大规模的示威抗议 把他给赶走 你觉得这是政变 还是革命 那就完全看了 站在哪一方 对不对 可是把他赶走之后 这个乌克兰的议会 马上就通过决议 取消掉俄语 作为乌克兰的官方语言的地位 这个时候乌冬的人民就受不了了 因为你等于是对 开始要对我迫害了 我不能讲俄语了 我开始要讲乌克兰语了 我甚至我是俄罗斯裔的 我对于俄国的认同 远超过可能对于西方 甚至对乌克兰的认同 所以南部的克勒尼米亚 就开始寻求公投 然后呢 要求俄罗斯要把他并入到俄罗斯 然后呢乌冬的两个省 这个就是顿内刺客 还有卢干斯克这两个省 就宣布要成为共和国 你就看到20142015 和乌克兰的政府军之间的 反产生那个战争 非常激烈 两年之内大概死了 一万三千到一万四千 所以2015透过明斯克协定 让他这个就是战争 缓和下来停火 可是这八年期间呢 每个月就是说违反停火协议的开火炮击 那是层出不穷的 所以你如果从乌冬的人民的角度来看 以及加上从莫斯科的这个角度来看 美国持续的还是不断的在把北约东扩 逼到俄罗斯的家门口 在持续的做 甚至透过政变 革命 以及取消掉对于乌克兰内部 这些亲俄人民 的这些权益甚至迫害 然后呢一个糖果撒王大王上来做乌克兰总统 然后呢这个 协星 泽伦斯基上来做这个总统 结果泽伦斯基做什么事 泽伦斯基哦 在二零一九年他修宪 他把加入北约放到乌克兰的宪法里面 那你使得普丁怎么看这个事情 过程当中美国或西欧国家 有没有劝阻能力呢 是不是 因为你一旦把他路线 就不是单纯一个政策 或你个人的意见 政策的问题 而是一个宪法的议题 那就后继的这些总统 上来之后 已经是够反恶的了 那但是呢 更有一个宪法的说要加入北约 那如果今天我是普丁 看待这个一九二零一九年 泽伦斯基把加入北约路线 他觉得是背后 是泽伦斯基个人的操作吗 还是美国 在后面是不是一定的角色 我觉得这都难以避免 去怀疑对不对 因此当拜登上来制裁俄罗斯 因为他觉得他介入到 二零一六的总统大选 然后呢 又跟这个泽伦斯基乌克兰 授予更多的军备 共同的军事演习 国防部长奥斯丁去访问基辅 公开的说 我们不能够反对乌克兰 申请加入北约 这话讲的好烙啊 言下之意就是什么 我们欢迎你加入吧 还是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那这个时候 我觉得普丁就去看到今日 那我受不了 我就开始 大军的这个压 这个压阵 所以我们才会看到过去 这样子的一个就是乌克兰的危机的呈现 因此我刚刚这段分析各位了解 始作俑者是谁 我不能我觉得 我觉得不能完全怪普丁 虽然是他部署军队 虽然是他支持这个 就是两个共和国的法律地位 派军进入 但是各位 他是还是走在合法的边缘呢 对于这两个共和国的这个法律地位的承认 这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权利吗 就跟乔治亚的南奥塞地亚一样的这个情况 是不是 那你不会说 他这是违反乌克兰的主权 他当然跟乌克兰关系就不会好 但是别的国家认为这就是侵略 我觉得这个等号化的太快了 对不对 而且从2014年开始 他本来就不是在你乌克兰的掌控 而且你要了解是你发生政变 是你把合法选上的亚努克维奇给赶走 是你后来不断的对乌东人民的这种文化语言的这种压迫 甚至呢 两个总统上来 后面两个总统上来包含泽伦斯基 持续的加大对于乌东的两个省份的军事的压力 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 我觉得今天他对这两个共和国的这个法律的承认 而且是签署条约的方式进入维和 这就叫做乔治亚模式 所以接下来的三种可能的剧本三种发展 第一个就是维持这个乔治亚模式 的这种就是说僵持 或者是说这个现状 那这个僵持当然一方面他的军队进入这边 然后去保障边境 边境哦 边境 那 以及这个开设更多的这个军事的这个基地 当然就等于是强化俄罗斯的军事 对于这个区域 的就是说 的这种协防 我不要用掌控 我觉得西方的媒体啊 总是用这种方式 那你怎么去解读美军在日本 美军在韩国 美军在德国呢 是不是 或美军在这个波兰 罗马尼亚呢 所以这样子的驻军 是两个主权国家 的这种条约 军事条约的行为 很正常 只不过是在今天的这个情势当中 他当然是把过去这八年来的明斯克协定丢到垃圾桶里面 那个大概 不会再有这样子的这个机制 然后呢短期内他也不太会去跟拜登见面 因为拜登又开始做这个小规模的这个制裁 他也不敢大规模 他如果大规模 他担心说是不是这个乔治亚模式会变成第二种可能 叫做什么 叫做克里米亚模式 他会担心说是不是就开始让这两个共和国的人民 内顿刺客 卢干斯克的人民举行公投 然后呢要求并入到俄罗斯 那俄罗斯就把这两个共和国并入成为俄罗斯的领土 这就是扩张领土的占领了 这就是有一点破坏 就是说就是整个乌克兰的这个边境边境的问题你可以说他是交战团体而强长达这个八年 不管说你是对他的支持但是你承认他的法律地位这个在过去的历史上国际法上 还可以去打查边球灰色地带 然后呢你跟他透过条约你派军进入维和为协防他的边境协防避免他国的侵略行为 这也是某种程度的军事联盟条约也都存在美国签的最多 最近还跟澳洲的美英澳的AUKUS也是一样 美国还移转出售核潜舰 对不对 如果今天是俄罗斯今天是中国去跟人家别的国家签了一个AUKUS类似的这个移转核潜舰的这种条约 你觉得美国会怎么骂他的侵略者破坏和平 对不对 所以这个我们横平的理性的来看 乔治亚模式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紧绷 把情势提高到红色警戒 但是呢是可以预期他避免扩大这个战争的一种模式 需要很谨慎 但就是克里米亚模式 这个在法律上就更前进一步 那就是兼并领土了 这个可能就会造成西方 更进一步的 这个制裁了 那这个紧张的情势会再提升 但是即使如此 这个普丁在他自己做演讲 他在他就是做了他办公室 这样子的演讲 他说乌克兰是历史上俄罗斯的一部分 那这个当然那是很久的历史了 然后他也说克里米亚和乌冬 是过去是俄罗斯的领土 所以从这个角度 似乎好像开启了一个 似乎好像开启了一个 这个克里米亚模式的可能性 也就是说他们现阶段 他是承认这两个共和国派军进入 但是会不会将来 把这两个共和国呢 也把他并入像是这个克里米亚一样 成为俄罗斯的领土之一 我觉得可能性并不是没有 从他的演讲中看起来 但是呢 这个效益并不高 因为实际上已经是俄罗斯的掌控 你军队已经记录 那因此你要把他并入到变成领土 你要引起西方更严重的 就是说反弹跟制裁的话 那这个可能情势会更加的这个恶化 还有第三种可能 当然就更糟糕的 而是以这两个 而是以这两个省份作为基地 开始扩大 各位我刚讲到 目前实际上这两个省份 所控制的这个范围 这是控制线 只有占这两个实际的 这两个省的三分之一 三百万人口在上面 所以他会不会支持 这两个省的军队开始 针对其他这两个省的三分之二的领土 开始进行这个攻占占领 因为他说支持就是说边境的 这个防御边界那这个边界是什么边界 是控制目前实际控制线的边界 还是说是这两个省的边境 那但是另外这三分之二 目前都是在乌克兰的军队掌控当中 虽然当地的人民绝大部分 还是讲俄罗斯语亲俄的 可是呢 这个控制线 以东的部分 以北的部分 是乌克兰的军队掌控 那就一定会产生战争了 那就会是交战行为了 对不对 而这个交战行为是纯粹 这两个省的 这两个共和国了 我们现在叫共和国了 因为俄罗斯承认他共和国的这个地位 这两个共和国的军队 的行为呢 而俄罗斯的军队只是在后面提供 比如说军事援助啊 或者后勤啊 顾问啊 还是说俄罗斯会也去介入呢 我觉得俄罗斯在这样子的行为去介入 可能 不是他至少刚开始会这么做的 但也许他也许他会试探的看看 这两个共和国自己的军队 是不是把这实际上这两过去 这两个省 剩下三分之二能够拿回来 会不会这样子做 这就是某种程度的就是战争行为 而这个战争行为西方国家当然会认为说 这就是你军事入侵 虽然俄罗斯可以说我没有参与 只不过是两国的两个共和国 的军事这个军队的这个行动 那他们要先把过去他们这两个省的 这个范围 他们就是宣称独立的时候 然后从2014年到现在 所宣称独立的那个画的范围 当然是把这整个省都画进去 所以会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个问题当然就是一个开战 就是一个战争行为 西方的绝对认定就就是一个入侵 军事入侵 虽然可能是你的代言人代理人 或者是你的傀儡这个国家 看你怎么去解读你是觉得他是傀儡国 卫星国还是共和国 西方的这个论述呢 一定会这样子的观点 那这三种行为 真种模式三种发展 乔治亚模式就是就停在这边 某种程度也变成一个下台阶 也就是这个乌克兰的模式就僵持在那边 僵持在那边 乌克兰说要跟俄罗斯断交啊 俄罗斯说 我没有要跟你断交 然后呢 如果这个乔治亚模式 外交谈判的空间还是会存在 因为还有另外一个更大的问题 就是乌克兰要不要加入北约的问题 这才是真正普京的关键所在 那这个议题还是必须要有美俄 之间的这样的协议 不管他等到什么时候在做怎么样的 交谈还是透过怎么样的平台 还是德国法国的怎么样的参与 甚至乌克兰的参与 这个东西呢迟早会继续的面对 也就乌克兰的危机的情势 即使是乔治亚模式 停滞在对这两个共和国的法律 承认军事的驻扎 那没有后续的进一步的这个行动 但是呢 这整个整个情况还是处于一个红色警戒 而且会比较长期化 最后还是要看会不会有 外交的处理的方式 而外交处理方式 一个就是乌克兰加入北约的问题 一个还是这个乌东地区 但乌东地区我都承认了 我军队都进去了 我觉得俄罗斯就当然不会再吐出来了 对不对 那可能呢 大概某种程度的 当然就认为说这种情势就僵持在那边 但是如果是克里尼亚模式的话呢 这个虽然不会有进一步的交战或 战争的行为 但是呢 这等于就是领土的这个兼并 那这个时候当然 普丁就要可能面对更严重来自于西方的 各个层面甚至全面的制裁都有可能 因为就等于说你兼并了这个领土 那这个我觉得对普丁而言反而最不可能采取的 因为你没有扩大你实际的影响力 对不对 你只不过是把他变成领土 但他实际是你的掌控 因此第三种可能呢 会不会以这两个共和国为基础 让共和国的军队继续的就是攻占 这两个省的剩下的三分之二的区域 我觉得这也有可能性 虽然带来的就是冲击可能更严重 来自于西方的这个制裁可能会更全面 一定会 所以当然那个到那个时候你去谈这个北约 是不是纳入乌克兰又变得很困难 为什么 搞不好乌克兰就以这个情势要求北约 必须要纳入啊 那如果美国就真的觉得说我纳入之后 你敢跟我打吗 对不对 我军队进去你敢跟我打 他就等于倒过来反咬普丁 我就纳入北约 因为是你先攻占 你让这两个共和国的军队开始在针对 这个两个省份的其他区域采取军事行为 因此我就把北约 这个乌克兰纳入北约 然后呢 我把这个可能部分的这个军备 甚至美军驻达在这边 你要跟我直接对战吗 我们两个都是核武大国 倒过来 僵了普丁一场 普丁根本不怕经济或能源的这个制裁 那就我们讲到的第三个这个层面 中国大陆到底在这个议题当中目前的这个态度是什么 其实也蛮清楚的 从王毅以及从驻联合国的大使叫张军 他们的谈话 那当然之前之后 什么之前之后呢 就是当普丁这个对这两个共和国采取行动之前 跟之后那都会有一点尴尬 因为在之前王毅在慕尼黑安全会议当中提到的是 就是还是强调乌克兰的主权完整 以及不干涉 但也强调乌克兰不要作为大国斗争的前缘的场域 同时也指责北约的东扩 应该要有所节制 北约是一个冷战产物 你持续的在通过你通过你给予冷战的一些相对立的其他的国家 尤其俄罗斯是怎么感受 俄罗斯并没有消灭 他虽然不叫苏联 他还是叫俄罗斯 还是绝大部分过去苏联的这个土地 人民以及核子武器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弱的时候我没办法我冷气吞声啊 包含普丁 他上来的20年才改这么动 你把他逼到这个程度 是不是 那因此你如果北约再继续的东扩 是 那问题就在你这边了 我觉得去年的上半年拜登政府的这种 跟乌克兰之间 的那种相关的军事活动 以及军事的造访 博防部长的来访 欢迎加入北约 我觉得是真正的导火线 就这个事件的这个就是说 呃等于是眼前的这个导火线 是这个因素 那当然 中国大陆对于北约 不得在东扩 在中俄联合声明当中其实也表现的很清楚 因为 美国是不断的在做这些小团体的小圈圈的军事联盟的排他性的还有很重要的针对性的军事联盟的这种建立 北约就是针对 俄罗斯 从冷战一直到现在都是针对俄罗斯嘛对不对 然后呢 美英澳军事联盟就是针对中国 美云安保现在慢慢的移转变成是针对中国 所以现在这样一个情况是当这种北约还是继续不断东扩的情况之下你只是造成就是整个欧洲的情势更加的不安全 所以如果说哈中国大陆在接下来这个情势 当然这个时候被记者问说对于这样子的这个行为我觉得其实也没什么好回避也就是说这个国家采取他的合理的行为 只要但是重点是区域的稳定跟和平因为俄罗斯并没有兼并这两个共和国他只是承认他也只是用签署条约的方式俄军进去啊 但你可能会问我说那实际上就俄国掌控 是如此 但是他的掌控是掌控到他的政治经济生活社会吗 没有吧 只是在安全跟军事层面 那过去历史上这种事件包含美国所做的不是层出不穷吗 所以这还是一个在我们的国际关系的框架当中可以理解的 虽然是有冲突的 是有灰色地带的 但是呢继续的战争我觉得可能就要提出一个中国的立场如果继续扩大的这个战争那真的就是会造成就是说整个欧洲安全的这种瓦解 那会影响到中俄之间的关系 以及整个西方针对中国的把中俄已经现在这么说了叫做新轴心联盟 美国的国防部的发言人那个叫江科比 他不就是这么说的吗 他就说中俄联合声明就代表着中国支持俄罗斯要对乌克兰的这个军事行动 是一个新轴心联盟 有一些评论就这么讲 对不对 虽然目前我们只看到他一个人这么说 但他代表的是美国国防部的立场 他是发言人啊 对不对 所以这样子如果真的出现大规模或者是这个就是说军事战争行为的话 那他会更加的复杂化 造成整个全球的军事安全 大国关系 甚至能源跟经济层面的这种冲击跟影响 毕竟都是大国在打 你要大国做行动 你要透过代理人 你才能够把他的这种战争的情势控制在这个区域内一定的范围内 你如果直接大国的这种冲突的话 那就可能会影响力就很大 对不对 所以我简单的认为 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可以是俄罗斯理性行为的支持者 但也可以是他不理性行为的这个制约者 也就是说他如果是在一个框架内在可以理解 因为你遭受这样子的这种安全上的这种压迫挤压 你采取大军的这种压阵 但这都还是可以在框架内理解的 虽然美国不断的在喊战争来了 指责你是侵略者承认这两个共和国 但这些行为呢 我觉得是可以可以理解的 那这个虽然说支持 但这个支持不是不是跳出来高喊 我支持你啊承认这个东西 而是呢可能在而不是说批判他 或者是说真的到安理会 真的到安理会 来讨论的时候呢 也可以说这个情势的发展 其实要双方要理性 要外交处理 但是如果真的要举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呢 我觉得北京也可以是 这个普丁的魔弄程度上的牵制者 这个牵制者不是说我告诉你 不可以这么弄 都不会外交上 两国关系上不会这么弄 但是你透过你的立场 支持和平 支持就是外交处理 支持理性 就会使得他可能避免采取一些 非理性的对他自己本身 对俄罗斯对普丁本身 也有这个深刻冲击的 这些军事行动 所以这个是比较微妙的 大国关系并不是说 像是记者在问你 你要怎么回答 然后就说啊 这是我的立场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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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其实是很微妙的一个 就是说大国关系 尤其在今天的中俄关系 是很核心的 他不是单纯的中俄之间的合作 他也是中俄之间的这种就是结盟 他更是代表的对抗美国来自于印太跟来自于东欧的这种双包双甲级的这种 这种合作跟结合 也是针对从中亚到中东到整个亚洲 去照顾到这些其他的开发中国家 这些主权国家 去面临到美国越来越严重的 这种还是这种单边主义 霸权主义的这些作为 美国 作为今天的这个霸权 他有三个强大的武器 美援美军 美语 美援就是金融霸权 美援霸权 美军军事力量 这两个大家容易理解 美语是什么意思 就是话语权 以及意识形态 或者是整个国际的舆论的这个设定 跟引导 我们越来越看到像在这个事件当中 并不是说我们这个清恶或者反美 不是 而是比较理性的在去勾认出 到底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是什么东西 那普丁他今天有有所得吗 他事实上失去很多呀 你可以说啊 他巩固国内的权力 他有需要吗 他国内权力现在多么的扎实啊 你可以说他要寻求俄罗斯的 或者是苏联梦 拓展俄罗斯的势力范围 已经北北约东扩到这种地步了 都是北约会员国除了乌 这个乌克兰之外 还有那个摩尔多娃之外 还有白俄罗斯之外 摩尔多娃跟白俄罗斯 有军俄罗斯的军队驻扎 所以关键现在就是白这个乌克兰 其他的国家波罗的海呀 罗马尼亚老道是北约会员国 你觉得北约美国会把他吐出来吗 会让他让给就是俄罗斯 这是你的势力范围不可能吗 所以讲势力范围完全就是我刚刚讲的 美语之下的话语权的这种 这种界定 所以我们做一个比较平衡理性 全面的这种分析了解 但也必须要指出来 普丁的这个作为 事实上当然是在走钢索 而且进入到红色警戒 那你也不希望真的发动大型这种战争 或者真的导致整个欧洲的动荡 我想这个时候中国大陆的这个角色呢 反而是理性的框架内的 外交可以去处理的和平的予以支持 然后呢不理性的战争的予以做某种程度的 就是说牵制或制约 我觉得这个当然这种牵制并不是说啊 我拿这个经济或军事或者是警告 当然不是而是一种表达我们共同利益 让俄罗斯让普丁更清楚看到符合他 他的利益跟安全这些作为 不过我个人觉得普丁啊 真的是个大玩家 他一直都很清楚 他脑袋非常清楚 而且看起来不是说他的底下的幕僚 给他的一个怎么样的这个建议 因为看到他在针对他的这些部长们 在问的时候 那部长们的这个反应 有些人就有点紧张 有些人会有一点就是说不知所云 就表示说他们不是事先开过会 这个战略怎么定 这个计划怎么做 然后呢去做评估说 如果我们攻打会怎么效应 会怎么样损失 这个都在他普丁的脑海里 或者是他很少数 也许他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 或者是国防部长的这种讨论 依普丁的这样子的地位 他很清楚 他也很理性 所以我们看接下来的发展 社会是乔治亚模式 就等于是僵持紧绷在那边 美国大概西方可能会在一部分 的这个制裁提升 但是也懂得有所节制 那接下来就要看乌克兰如何处理 这个议题 以及西方国家如何去 这个去影响乌克兰 必然把这个情势更恶化 乌克兰可以继续的挥军去攻打这两个省啊 对不对 那当然他就直接面对到俄军了 他不至于这么笨 但是呢 会不会边境的这个开火这个炮击 会持续的增加 而引这些欧洲国家进来 这也不是不可能 所以如果是克里米亚模式 这就比较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因为不需要如此去兼并这个领土 就像是这个乔治亚那两个共和国 南奥塞地亚一样 那当然如果透过这两个省这两个共和国的军队继续的扩张 的攻占行为的话 那当然这个情势就变得非常复杂 所以接下来的三种发展 当然有人会问我说会不会第第四种发展 那就是美国一直在喊的 在白俄罗斯的军队直接挥军进入到基辅 那你就真的是上美国的当你在美国 在这整个乌克兰危机当中 你看看美国已经 他战略不明确对不对 他完全的这种狼来了 就是说这个外交跟军事的这种情报 的这种威信上司 我想大家对他的信任感会降低 然后呢到现在为止他也手上 没有什么这个筹码就表示说 他没有那种真正的愿意使用军事 甚至对抗的这种意愿 美国国内的环境也不同意 如此 政治人物可以高喊侵略者 但是动作呢就像诸鲁一样 这是今天的美国的霸权 可是呢还深刻的受到他过去这二十年来 在整个欧洲安全北约东扩 所采取一连串作为的影响 而我们今天看到他爆发的乌克兰危机 我们持续的为各位就是说观察 乌克兰的情势的发展 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从下个礼拜开始 三月份的这个节目就要移到 每个礼拜三的早上九点半 我做直播的为各位来分析 以及提供这个节目 杨勇美看世界 谢谢大家